這段教學呢 我們就來看看如何使用我們的GlobalInnovation和我們的FinalGather 如何讓他們結合在一起 首先呢我們一樣把我們的MainTorate的預設值載入 那我們在完全沒有做設定的情況下呢 我們的場景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呢我們打開我們的GlobalInnovation 那可以看到後面呢 後面有很多雜詢 那我們打開我們的採樣的範景 這個場景呢跟我們之前的教學的場景呢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把場景呢我們把它們半徑呢設定為30 我們的光子呢和我們的採樣光子的數量呢不做變動 OK那這樣呢可以看到呢我們這裡呢 還是隱隱約約有一條線段 然後背面呢還是有一些雜訊 不過呢我們沒有要在GI這邊呢做設定 在這邊呢我們使用FinalGather搭配我們的GI呢 然後讓它得到我們比較有Smooth的效果 那直接我們打開我們的FG 我們直接Random一次看看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我們背後的雜訊呢已經不見了 整體來講呢 整體來講呢我們有一個還不錯的結果 那在這邊呢我們 我要另外講一下我們的燈光 我們的燈光呢 然後呢在我們的欄位這邊 我們可以找到我們的Mental Ray的間接照明的設定 在預設值呢是打開我們的自動計算 我們的Energy和我們的光子 那在通常情況下呢我們會想要自動設定 因為呢在比較複雜的場景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做手動的設定 然後來達到我們的效果 因為不同的光源呢我們也會想要它發射光子呢 數量的不同 那我們直接按開啟 那下面呢就是我們的Energy和我們的衰減 還有我們的數量 還有我們的GUI的光子數量 那我們散交的光子數呢 因為呢我們在GUI這邊呢 我們在間接照明這邊呢 我們並沒有開啟 所以呢這邊呢設定呢並不會有用 另外呢我們在這邊的GUI的光子數呢 設定為2萬個 那這邊呢是設定為1萬個 那注意喔 只要我們開啟這邊的手動設定呢 這裡的GUI呢 就不受這裡的控制了 也就是說這裡呢主導的一切就是 我們可以在美閃燈手動設定我們的光子 而不受我們總光子的數量的影響 那我們的衰減也是 就不受這邊的影響 那我們Energy呢就可以設定我們燈光的亮度 OK那我們直接呢 Random看看 OK那我們可以試著改變我們的Energy 比如說我要更亮一點 我們設定成8萬 那你可以感覺到我們的背景呢 背後呢更亮了一些 那假如呢 我們把我們的衰減呢調高一點 可以看到我們的場景呢 在比較暗的地方呢 暗和亮的地方交界處呢 會有比較大的衰減的感覺 OK所以要記住就是 在這邊呢我們可以設定我們的 Energy和我們的衰減 還有我們的光子數 當我給它20萬這麼高的數值的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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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場景呢 已經整個的照亮了 那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在FinalGather這邊呢 修改我們的Multiplier 比如說我們要暗一點 在修改我們這邊的數值的時候呢 並不會影響到我們減染的時間 因為呢 減染時間呢 只影響到我們的 我們的Density 還有我們的發射光源 還有它差譜的數量 所以呢 並不會更改我們 不管是調高或調低 並不會影響到我們 最終減染的時間 那要值得注意的是就是 在Diffuse這邊的反彈數呢 當我們開啟GI的時候呢 它的時間呢 會計算得更長 比如說 反彈5次呢 我們的時間呢 大約呢 就是乘以5次 因為它反覆的計算了5次的反彈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 我們數值設成1.5之後呢 我們的場景呢 非常的亮 可以說就是有點過於過於死白 我們可以提高我們的衰減 利用各種的方式呢 來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也就是說呢 在我們的燈光設定 還有我們的FG設定 還有我們的GI設定呢 都會影響到我們整體的 照片的質量 OK 那這就是我們對於GI 還有FG的 還有我們燈光 手動設定的一些講解 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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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